朋友们好,我是阿丹 今天咱们做腊炒乌冬面 辣辣的,香香的 在亚洲超市买了一袋乌冬面 是熟的,非常省事 准备好葱姜蒜 葱切葱花 生姜两三片 切成丝 三颗蒜 切成蒜片 再准备两三颗小白菜 剁一下 半个胡萝卜 先切成片 再切成粗丝 装入碗里备用 黄豆芽适量 现在调一个料汁 小半勺的这个白胡椒粉 小半勺的花椒粉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搅拌一下 拌匀备用 起锅烧油 油不要太多啊 多了不健康 油微微的冒烟以后 下入葱姜蒜 扁炒出香味 下入一勺的这个豆瓣酱 把这个豆瓣酱的红油 给它扁出来 扁出香味 下入胡萝卜 炒一炒 炒热以后下入豆芽 继续翻炒 炒热炒透 炒至断生以后 下入胡豆面 因为这个面是从冰箱里出来的 所以呢 有点干硬 而且是粘在一起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 加一点水 这样呢 面就变软了 而且是就散开了 翻炒一下 大火翻炒 现在加入咱们刚才 调制好的酱料 需要一点粒丝 加入青菜 快速的翻炒两下 快熟了 香味都飘出来了 最后 压煮洗 半小勺的鸡筋 激发出所有的香味 提升这个口感 香喷喷的感觉出来了 大功告成 这样炒出来的乌冬面 葱姜蒜 豆瓣酱 还有各种蔬菜 释放出来的香味 结合上各种调料的香味 简直是太美妙 太好吃了 最后煎个蛋盖上 就更有营养了 开吃了 哦 香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